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花生米里面加入几粒大蒜 不用炒而且不用水煮 这才是花生米最好吃的做法 这一个独特的做法 相信你肯定没吃过也没见过 我们先准备几粒八角 然后把八角我们给它一粒粒的都给它掰散 再准备适量的红皮花椒 三片香叶 再来两段桂皮 八个干辣椒放进碗中 然后锅中加水 把我们准备好的大料都给它放进锅中 然后我们再开大火慢慢的熬煮 熬煮出大料中的香味 水开以后然后再煮个两分钟 充分的煮出大料中的香味 时间到了以后 然后关火放在一边备用 再准备500克左右的红皮花生放进盆中 一定要准备红皮花生 红皮花生相对来说比较好吃 然后我们把花生里面不带壳的 或者是发霉烂掉的挑选出来不要 不然的话会影响口感 然后再加入多点的清水 花生不需要提前浸泡 只需要把里面的灰尘清洗掉就可以了 清洗好的花生米捞出来 放进另外一个盆中 然后把我们煮开的大料水 给它倒进花生的里面 把花生用大料水浸泡个两分钟 把花生米给它泡香 两分钟以后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来 再准备一个大盆 捞出来花生米放进另外一个大盆中 在盆中我们再加入两勺五香粉 然后再倒入适量的高度白酒 倒入高度白酒 做出来的花生米会更加好吃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每粒花生米上面都能够均匀的裹到五香粉 搅匀以后腌制20分钟 再准备多点的大蒜 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一大块生姜不需要去皮 也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铁锅的里面 然后我们加入两袋食盐 再把我们腌制好的花生米给它倒进锅中 然后我们再翻动均匀 把花生用食盐给它焗一下 这个时候里面的水分比较多 我们可以开中火 虽然这个时候花生上面沾了很多的食盐 但是大家放心不会咸 温度高了以后它就会脱落 锅中的食盐有点变干的时候 把我们切好的姜片蒜片倒进锅中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小火来焗了 开芦新火就可以 随着锅中的温度慢慢的越来越高 花生里面的香味也就出来了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 一直把锅中的食盐朝着颜色加深 或者是花生琵琶作响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密点的漏烧 把花生和食盐我们给它分离 过滤出来的花生装进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这个就是蒜香味的五香花生米了 我们这样做的花生米五香味浓郁 而且蒜味十足 而且吃起来特别的香又特别的脆 就连里面的姜片和蒜片吃起来也是嘎嘎香 这个食盐我们可以重复利用 用的次数越多 蒜色的花生米就会更香